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是三个做和一个不做 中国如何应对 关于中美关系的本质 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合作共赢 但是美国一直说是竞争 在这种认知的差异下 中国人往往不理解美国在有些问题上要以中国合作 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要以中国竞争 甚至敌对的情况 近日太平洋论坛名义主席拉尔夫·科萨发表文章称 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就是一句话 尽可能合作 适当竞争 必要时对抗 不要引发直接冲突 也可以说就是三个做和一个不做 在美国人看来 只要美国与中国在能合作的领域尽可能的合作 就可以从根本上稳定中美关系 避免走向决裂 并对世界战略格局构成严重破坏 美国在以自己有优势的领域以中国竞争 这样也符合其国家利益 必要时的对抗是美国维系其全球霸权的需要 也是遏制中国崛起的必要手段 而不发生直接冲突 就是要建立两国关系的所谓护栏 他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因为中美任何一方都不想打仗 不管是台湾问题还是南海问题 中美之间的较量往往只是为了获得对自己更有利的竞争态势 而不是真的发生战争 而且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非常多 比如中美都渴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 中美虽然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有差异 但是都尊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成 都反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中美在气候问题经济合作领域等等都需要携手合作 由于美国对待中国存在着非常复杂的逻辑 我们看待美国不能只是用好或者坏来评价 也就是说二级万思维是不行的 因为不管中国对美国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还是打还手骂还口 都不会改变美国对待中国政策的复杂性 其实中国当前的对美政策也是非常复杂的 正在针对美国的三个做和一个不做 采取相应的对策 首先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 中国也可以以美国在能合作的领域展开合作 中国当然不希望以美国之间的关系被颠覆性的破坏 特别是经济合作 供应链安全 环境保护和流行病应对等方面 第四尽量以美国在各个领域保持沟通 因为沟通可以减少误解 避免对抗的加剧 包括在美国对华打压的芯片领域也是如此 对中国来说 对美关系不是赌气 而是要想办法争取对自己更有利的局面 为绝地反击争取时间 第三 中国也要以美国的盟友保持稳定的关系 美国对华竞争离不开其盟友的支持 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拉拢盟友一起对华施压 我们要避免将他们一起骂 而且要更多地实施分化策略 比如美国一定会推动北约进入亚洲 中国就通过以法国等欧洲大国建立战略互信 那么就有可能阻止这种局势 第四 只要美国不尊重中国 我们就不需要与美国建立所谓的互来 从而限制美国采取对抗 和竞争行动的灵活性 美国人想要的互来 可以减少两国发生对抗的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会增加美国挑衅的安全系数 在这种情况下 不建立互来又怎么样 让美国人产生更多的焦虑 或许效果更好 中国军队一直拒绝与美军恢复正常交流 就适用于这种情况 第五 通过军事行动和强力反击 给美国划设红线 通过底线思维 逐步对美国的挑衅性行动 实施打压 包括对台军演和对美国发动必要的制裁 慢慢压缩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挑衅空间 从前而言 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 特别是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 美国已经不敢与中国打仗了 因为这并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但是美国一定会用对自己更有利的方式以中国竞争 而我们也要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直面美国 避免情绪化 保持底线思维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